中国时尚特别的点在于它是中国的时尚 今年的主题的名字是Under the Game 秀场是在百乐门 是一个也是比较有历史气息的一个地方 也算是作为一个新兴品牌 跟一个比较传统文化的一个好的结合吧 观看一场实体秀的意义 跟观看一个技术秀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还是会回到一个实体秀的这种形式 但是可能大家会更多的思考到 要怎么去开人节流而减少浪费 在中国这么多大清真业 culture的背景里面 然后我们用international的眼光去诠释一些新的作品 所以我们的这个世上才这么多元 在创意的文化的同时 我们又维护了那些可能被人家遗忘的一些中国的文化 因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是大家开始认真思考时间 文化责任是说你的作品是否有一些东方的一些气质在里面 历史的沉淀造成了很丰富的层次和力量 就是我们来就有的东西